因為我們的工作上 有時候常常會配合客戶 那客戶有時候有臨時的事情 那臨時的事情 我舉例比較誇張 例如說客戶打來說 哎我現在被警察抓了 我臨時需要律師去幫我辯護 不然我可能就要進去關了 那你在這種狀況下 你已經跟你的太太小孩 約好要吃飯了 那你怎麼做選擇 就讓你的客戶去被關好了 你去開心的吃你的飯 你可能很難做這樣子的決定 那有時候你就必須很忍痛的 跟太太小孩說 不好意思我臨時遇到什麼狀況 那當然太太小孩也是會知道說 哎你真的因為工作 或許要體諒你 可是的確一定是很失落的狀況 會非常失落的狀況 其實剛親大家在講這些 我實在是有好多話想要表達 但是你這不表達 就擺領了車馬費了 不是主要要表達是說 我覺得對於太太 或是對於媽媽來講 其實你們可能也要知道 老公到底在想什麼 可是老公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知己知彼才能擺戰擺勝 溝通 並不是說我知道老公想什麼 就要依照老公想的 而是互相溝通 因為老公也一樣 真的不知道太太在想什麼 我們想的可能很簡單 像剛才講的這種事情 我覺得最終的最上位就是說 我到底是工作擺第一 還是家庭擺第一 如果我今天是決定把工作擺第一 那的確我一定永遠犧牲家庭 那如果我把家庭擺第一 我就是一直犧牲工作 那跟太太之間的溝通上面 到底太太知不支持 否則常常發生問題 例如說我可能會覺得 我因為工作啊 你看你現在有好的家庭生活 你有好的生活品質 是因為我賺了錢辛苦給你 可是對太太來講 我不需要這麼好的家庭生活 我希望你回來 我希望我們的家庭精神上是和諧 這怎麼跟太太去溝通 那個平衡點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以前我家庭給我的概念就是這樣 爸爸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 那媽媽也不在意 爸爸都在工作 我的感覺啦 那事實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但總覺得 反正媽媽就是把我們三個小孩 我跟我弟弟安對好 其實媽媽有過暗夜哭泣 只是你不知道 對啊或許有 但我們不曉得 所以一直以為這樣是正常 是常態 所以結婚以後也一直以為說 我努力的把工作做好 然後你努力的把家庭顧好 我們分工合作 這個家庭就圓滿了 但是實際上發現 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那你有過那種就是 跟家裡約好了要出去玩啊 要吃飯啊幹嘛 後來又爽約了嗎 有像其實最近也都常常發生 因為我的事情很多 然後前陣子例如說 我要去跟太太約好說 剛好小朋友我們運動會 然後禮拜一就會補休 小朋友就可以禮拜一放假 那其實一般小朋友不可能禮拜一放假 所以太太就會覺得 哇難得的機會 一年可能就這麼一次 那是不是六日一 我們可以安排個旅行 然後我也聽說啊好 那就這樣 那飯店也去訂了 大家也準備好了 那偏偏好死不死 剛好禮拜天 就是聽後來遇到了 我去念EMBA遇到了一個大型活動 他就在那個六日一的禮拜天要舉行 然後學長姐就會告訴你 你一定要參加 你非得參加不可 否則你以後可能就不能再參與 類似有的沒的事情 那我就很難以抉擇 我就回來跟太太討論這件事情 那太太就會很無奈 可是她也會說 沒關係你就去啦 你就去啦 你就去做這件 你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我也真的去做了這件事 所以六日一 就禮拜天 那你覺得那件事真的有重要到 我覺得那個重要是 我到底把什麼事情擺在最前面 我如果是把工作擺在最前面 或許參與這件事情 可以增加更多的人脈 可以將來有更多的客戶 那或許它是重要的 可是她的確犧牲了 可能一年就這麼一次有這種機會 跟家人一起旅行的這個機會 就會變成是 兩個選擇 你要說對錯 還不是對錯 是你把什麼放在前面而已 然後